就是要健康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鐘的就是娛樂 我是儀佩 趕快來介紹今天我們明星親子料理 PK賽的兩位來賓 首先是我們好朋友 大人小孩都愛吃的 阿嬌姐做的料理 嗨 歡迎收看觀眾朋友好 你怎麼了阿嬌姐 已經覺得要失敗了是不是 好吧 那我自己宣布我獲勝 Jaco跟你饒了湯 聽說他每次來好像都沒有獲勝過一次 他現在是三敗零勝 對 但是我剛剛看了阿嬌姐今天準備的料理 我對你非常有信心 他已經獲出去了 對 我對自己一直都沒有信心 不要這樣子 說實在的 上次儀佩問我說會不會有感覺 我上次真的還喜哈哈 我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那今天呢 但到我上次結束後回去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一種深深的感覺 覺得我是一個沮喪的媽媽 沒關係啦 因為你兒子都長這麼大了 不… 他就是因為那個過程讓我想到 小時候我跟我兒子的互動 你常常來我們節目 然後跟這些小孩互動 常常失敗 不是 你就會找到現在 跟小朋友的相處方法 那麼接下來再歡迎第二位來賓 是我們的蔣瑋雯 Jaco爸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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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喜歡他 其實我們做菜都有對象 不只這樣子我做菜還有對手 我要擊敗我的對手 而且Jaco哥我覺得 你今天真的要收斂一點 我不會讓你的 好…可以… 因為其實我喜歡Jaco是因為 之前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帥帥的男生 對 可是後來我在她FB上面 我看到 他的每一個料理都是為他太太做 是 還有為他小孩 對 我覺得感覺很溫暖 就是一個男人 他可以進廚房 然後為他喜歡的人 在乎的人做菜這件事情 我覺得超溫暖的 這招太厲害了 對 我沒有用 我跟你講 但是我們是公平的競爭 那聊到了營養的部分 就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玉佩好 大家好 好 到底我們今天要來PK的食材 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看我今天穿著打扮就知道 我們今天PK的主題就是 南瓜 南瓜 哪有那麼美麗的南瓜 小朋友喜歡吃南瓜嗎 喜歡 喜歡 好… 既然小朋友都出生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小朋友 好不好 我們今天有四位小小美食家 也是我們的評審 我們來介紹 Jasmine 好棒喔 Veronica Roy 妳好帥 Roy 妳好帥 忘了她自己叫Roy Rachel 好… 好 歡迎四位小朋友 可以可以同意一下 不過南瓜 聽說阿嬌姐今天要準備的 南瓜料理是感覺有改變戰術 我其實很少做甜的 對 但我今天想嘗試做做甜的 對 為什麼 因為書怕了 有一點 對 有一點… 有一點想要刻意想說 是不是討好他們 但是我在想我做的甜食 應該也討好不了小孩 小時候這麼對自己沒有信心 沒有 小時候就是 我兒子喜歡吃甜 對 真的 我要聽他的故事 因為小時候 因為你知道我都在出外景 所以小孩其實不是我帶大 對 是我保母帶大 對 那我發現他愛吃甜食的時候 其實已經到國中了 所以其實是保母養成小孩吃甜食 對 那我在想 因為他小時候啊 就是喝那種蜂蜜水啊 柳定汁長大的孩子 後來我發現我兒子 完全一口白開水都不喝 那時候我就非常的緊張 很嚴重耶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 你知道他就會去那種搖搖店 對 手搖店 對 奶茶啦什麼之類的 而且都一定要 我試過那個糖到讓你 甜到讓你覺得受不了的 糖加非常的多 那我開始發現這個時候的時候 我就開始緊張 因為我覺得 我兒子因為可能攝取太多的糖 他會有點那種暴動 躁動 他會有點躁動 對 對 他就會有點 因為我有一度以為他是 Sugar Hi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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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吃太多糖 現在小朋友都是Sugar Rush 你知道嗎 Sugar Rush 還在這個遊戲 對…Sugar Rush 因為我在想 他是不是吃太多那個 然後我還曾經帶他到醫院 去檢查過動兒 真的啊 因為他有一度讓我 他是那種上課 大家都好要上課 他有時候就會起來走動 真的 然後很喜歡發問 甜食真的跟小朋友 躁動有關聯性嗎 有耶 目前研究發現 其實有一種叫做症狀 它不是這種疾病 就是糖上癮症 就是說當你吃了太多的 精緻糖加進來的東西 包括蛋糕 餅乾 或是甚至於其實 阿嬌姐提到的 就是飲料的部分裡面 加那種糖的話 那小朋友他會在他的血糖 快速的上升的時候 他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會一直躁動 然後再來就是 他學習能力 他沒有辦法坐下來 好好的可能看一部卡通 比如說他可能看15分鐘的卡通 他沒辦法坐下來看 對 那卡通不是小朋友最愛嗎 但他可能就會看不了 然後跑來跑去走來走去這樣子 對 所以影響到血行能力 會產生躁動 這樣子其實 血糖在高的時候會這樣 然後很快他會掉下來 所以有點像你的 在坐雲霄飛車 上上下下 當小朋友 那個血糖掉下來的時候 他會很疲勞 然後他會跟你想要再藥糖吃 對 然後他會一直跟你說 媽媽 我還想吃甜的 我想吃甜的 然後為什麼 因為吃完甜它會很舒服 他血糖又飆上去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不好的 所以是惡性循環 對 惡性循環 確實影響到血行能力 還有甚至影響到小朋友 可能包括長高 吃太多的糖也有影響到長高 然後也影響到小朋友的一些 比如說專注力 其實這個很明顯 不過說到南瓜料理 加哥哥你自己喜歡吃南瓜嗎 我其實滿喜歡吃南瓜的 那我小朋友三歲 他才剛剛過完自己一個 第一個 他有記憶的那個萬聖節 因為南瓜跟萬聖節有很多 但是問題是 南瓜在萬聖節是很開心的 但是因為小朋友要去trick or treat 就要了很多糖果 所以到現在 他要那一包糖果 他一顆都沒有吃 為什麼 因為他到現在都沒有 嘗過糖果的滋味 為什麼 你們不給吃嗎 我跟他講 這是裝飾品 是不能吃的 所以他三歲沒吃過糖 沒有吃過 一顆糖都沒吃過 這很優秀 這個很重要 對 教育真的太重要 他三歲生日的時候 吃過一次蛋糕 他從來也不知道蛋糕是什麼滋味 因為蛋糕裡面有糖很多 他吃一口以後 就再也不離開那個位子 一個人把自己的蛋糕給客觀 所以其實小朋友 甜食是可以從小培養 不要讓好吃甜食 了解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兩位的PK 不過我們現在關心一則 健康的新聞 其實現在是冬天 大家一定覺得說 最近空氣真的不太好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區 其實這兩個禮拜 空氣污染 尤其是PM2.5 一直到了紫爆 爆啦 爆啦 每天都爆的情況 你知道中南部小朋友 其實很可憐 可憐到他們現在出去的時候 其實學校有一個插棋子 如果這個插上棋子 有到了紫爆的程度 他們出去 就不可以在操場上玩啊 或甚至要戴口罩這麼嚴重 到底空氣污染 對小朋友的健康 會造成什麼樣的疑慮呢 我們來看一下知道 中發掛箱主看 彰化室霧茫茫一片 遠處的大樓 像沙漠裡的海市滲樓 環保局測得的PM2.5懸浮粒 已經到達紅色的第九級 幾乎是紫爆的程度 他比較會有一些呼吸道症狀 會比較有蛤瘦啊 有痰的情況 會有氣管炎的情況發生 會擔心他那個呼吸道 會發受影響這樣 那如果有氣喘的狀況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辦 我氣喘就可能就待在家裡了 PM2.5系懸浮粒子 會隨著呼吸進入人體肺部 有致癌的疑慮 民眾這幾天 最好還是避免戶外活動 空氣污染脂肪很嚴重 而且對於我們大人 都會有什麼致癌的疑慮 更何況是小朋友 但是這個空氣污染肺 到底跟我們今天的南瓜 有什麼關係 其實南瓜剛剛有提到 它是黃色的 黃色其實它裡面的 β胡蘿蔔素維生素A都很高 這兩種營養素 剛好對我們肺部的保養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肺部的黏膜 還有剛剛提到的我們PM2.5 其實是跟我們的一個呼吸道 然後還有肺部的一個感染 其實是有相關的 所以它剛好可以做一個 就是有點像抵抗力這樣子 所以維生素A要足夠 那我們今天剛好就是 有這樣很好的食材 可以多吃南瓜 一直都以為吃南瓜就生物腺 就照顧男生的生物腺 那是南瓜籽 南瓜籽的心含量很高 所以其實男生通常都會有一些 生物腺的問題 你幹嘛一直看JACO 生物腺很多點 這次要多注意 我滿喜歡吃南瓜 對 我們家人都喜歡吃這種這種 堅果類的 但你可以看到儀里 今天穿的也是南瓜藥 我跟他就是太有默契了 我們就是南瓜人組 對 你們兩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你們兩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今天用的是小南瓜 南瓜其實品種有很多 對 我今天專門用一個 用一個小小南瓜 來給小朋友做朋友 那聽說小朋友常常咳嗽 也可以吃南瓜 對 常常是咳嗽 或是像氣喘 甚至於有些呼吸道過敏的 或是常常有一些 像冬天秋冬的流鼻涕這一種 除了南瓜之外 南瓜其實可以用一點油 或是用一點肉去做料理 反而它維生素A的吸收率 它是會增加的 會提高就對了 對 會提高 但是南瓜的建議量 大概吃多少 因為南瓜其實跟紅蘿蔔 它的一樣都是色素 所謂的色素是指的是食材裡面 原本食物的天然色素 還滿高的 所以如果每天吃大量的話 其實容易會有 那個小朋友會有手掌 或是臉會變黃 但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其實多喝水 然後沒有關係 但是盡量就是說我們隔一天一天 比如說隔兩天 然後我們吃一碗南瓜 隔兩天吃一碗南瓜這樣 不要說每天吃 其實很多食材 都會有這個問題 包括紅蘿蔔 南瓜 還有夏天的芒果 其實如果真的是每天吃大量 它其實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我小朋友另外一個 第二個兒子 是一歲 他就是因為吃太多南瓜泥 跟紅蘿蔔 我們以為他有那個叫黃蛋 還把它帶去給醫生看 可是醫生看他活蹦亂跳 而且都食慾很好 睡得好又吃得好 就斷定是給他吃的食材裡面 太多這個天然的黃色 所以你要把黃色 再多加一點綠色進去 或是平衡嗎 平衡一下 對 或是你隔天吃 隔一天吃 比如說禮拜一 禮拜三 禮拜五這樣子吃 你不要禮拜二也給它紅蘿蔔 就是你等於是說 紅色的食材 稍微不要每天吃這樣 就色素比較重的食材 稍微隔一下 是 南瓜是蔬菜嗎 南瓜它其實你看 它吃起來的口感是鬆鬆這樣 鬆鬆的這種口感 有點像在吃地瓜的感覺 對不對 事實上如果你吃到這種東西 其實它是澱粉類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吃的話大概 一碗的 我們一般飯碗的南瓜 大概可能半碗的白飯的熱量 所以其實它可以吃多一點 而且南瓜建議就是 連皮帶果肉 男生建議連籽一起吃 因為要照顧攝戶蟹 還好小朋友聽懂 什麼叫攝戶蟹 對不對 滿頭的問號 什麼是攝戶蟹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南瓜 兩位今天要端出 什麼的料理來應戰呢 首先阿嬌姐 我要帶來這個 今天的主角就是南瓜 兩位今天要端出 什麼的料理來應戰呢 首先阿嬌姐 我要帶來這個彩蛋溜溜球 這什麼聲音 其實阿口哥有一天做的料理 感覺有點類似 其實對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蛋的 蛋其實有很多不同 呈現的方式 那這是一個非常適合小朋友 跟討好小朋友的一個型態這樣子 那我今天是一般呢 我們在做都是會把它做成鹹的 對 那有一點像那種Finger food那種 就是前菜的感覺 那我今天是把它特別做成甜的 然後內餡裡面就本身 就加了一點奶油 那最後再撒一些巧克力 彩豆 對 喜歡嗎 妳看這些紅紅的都是辣椒喔 不要亂吃 不是啦 真的嗎 打批評 打批評 對 阿嬌姐今天果然看起來很想贏 因為你阿嬌姐 這麼以健康為出發點 第一個她自己不太吃甜食 但她今天特地做了一個 甜甜的東西 第二個 她一定覺得那個巧克力豆 感覺好像對小朋友健康不太好 但她今天為了想贏 硬是在上面加了一咪咪喔 一佩妳太了解我了 妳知道我要加這個巧克力彩豆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朵朵的掙扎 因為我一直覺得 這個其實就是射速 真的 這個其實在我的邏輯裡面 我是一定不會給孩子吃的 但是沒關係 因為Jacko哥還沒公布 因為每次Jacko來我們節目做的料理 營養師都在旁邊微微的搖頭 都覺得他用的東西太不OK 就會加一些些就是太人工的東西 妳今天做什麼料理 我今天是求拜來的 我今天全部用健康的食材 現在到底 特別為了Jasmine還有Roy 還有這個Veronica 還有Rachel 我們幫妳做的這個很棒的 喜不喜歡魔法 Magic Time 魔法小南瓜 好可愛喔 我們用小小的南瓜 在我旁邊可以看到 非常小的小南瓜 然後把它蒂頭切掉以後 用這個南瓜當一個鐘 然後在裡面用南瓜的泥 然後再做一個雞肉的燉飯 所以裡面沒有巧克力豆 也沒有美乃滋 也沒有任何不健康的食材 也沒有酥皮 都沒有 沒有酥皮的 完全都是健康的食材 都沒有 所以我今天是孤獨求拜好不好 你是誰 你誰 對啊 他每次都把用一些什麼 美乃滋之類的東西 沒有 好 今天兩位就端出這兩道料理來PK 馬上就進入我們明星親子料理PK賽 YA 我們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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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登場的呢 就是Jacko哥要做的魔法小南瓜 今天Jacko哥要用什麼食材呢 總共有小南瓜兩顆 去骨雞腿一隻 碎洋蔥兩大匙 糙米飯兩碗 蘑菇六朵 冷凍毛豆兩大匙 調味料很簡單 只有用無糖豆漿300cc 跟鹽液小匙 好不像Jacko哥 我忍痛排除掉 美乃滋以及有糖的東西都不要 對 因為我的小朋友是對牛奶跟雞蛋過敏 所以說像我牛奶就把它取代 用豆漿來取代 其實我們很少看到 有小朋友的料理會用豆漿來料理 不知道用無糖豆漿做起來是怎麼感覺 可以可以 可是妳今天沒有票可以投嘛 沒有票 所以妳就不要吃了 幹嘛這樣 那我吃一下嘛 今天呢我幫妳帶來了兩位小幫手 好 就是Jasmine跟Veronica 要幫妳拿東西 Jasmine舉手 Veronica舉手 你們兩個就是我的小幫手 聽到沒有 好 今天小幫手要幫妳拿什麼東西呢 如果拿錯的話 妳就要用那個食材將錯就錯唷 我跟妳講 待會妳就到製作人那邊 先幫我拿一千塊過來 好不好 對啦 一千塊拿到手 我們去別的地方買東西 好不好 不要亂銷啦 好 來喔 1 2 3 加油 好 可以了 幫我拿東西 要幫我拿 還沒聽好 上來 Veronica 好看 Jasmine妳幫我拿小南瓜 妳知道小南瓜長什麼樣子嗎 一顆 幫我拿兩顆小南瓜 還沒 還沒完喔 還沒 然後Veronica妳幫我拿洋蔥 妳知道洋蔥長什麼樣子嗎 一顆 洋蔥妳知道 一顆 洋蔥一顆 然後等一下拿完回來再拿一樣東西 還是現在全部交代完 一起 因為這樣才容易拿錯 好 那Jasmine 那妳再幫我拿蘑菇好不好 白色圓圓的 白色圓圓的 拿三個 所以南瓜是這樣圓圓的喔 蘑菇是這麼圓圓的喔 洋蔥是這樣圓圓的喔 可以嗎 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加油喔 全部都是圓圓的 好 出發 蘑菇三個 加油 GO 小南瓜 我覺得小朋友 很有可能會搞錯的是 蘑菇跟香菇 對他們來講 都是同一種菇 還有快去那個 製作人那邊拿1000塊 快點 可以了 這樣OK 拿好啦 這麼快 很厲害 這是一個推車 妳幹嘛用騎的 對啊 好 好棒喔 我們來確認一下 東西對不對 Veronica拿的洋蔥 Good 正確 然後 還有Jasmine拿的蘑菇 Good 還有Jasmine拿的小南瓜 兩顆 Good 很厲害 好透明喔 其實小朋友現在很厲害 都會認得食材 對啊 因為如果爸媽平常在家裡的話 也可以訓練小朋友幫你拿東西 那是新鮮的食物 對 接下來 做法怎麼做呢 接下來 那個 Jasmine 我要開始做菜了 妳要幫我嗎 好 那妳先把南瓜切成冰狀 不是 這個他不行 算我拉好了 不能拿刀子 小朋友不能拿刀子 第一次要做的事情 我們先把南瓜先把它切開來 變成一個容器 切南瓜 因為它比較硬 所以要小心一點 如果說在家裡是女生 媽媽來做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微波爐 再打個一分鐘 它就會變比較軟一點 我以為妳說 如果是媽媽來做的話 就先叫爸爸來切 切完之後媽媽再來做 小南瓜把它切開來像這樣對不對 是 我們接下來把這個籽子挖開 小幫手是誰要幫我 好 Veronica先來挖 然後碗要小心 把籽子挖到這邊來 慢慢挖 慢慢挖 這邊 好 我們把大蒜上面壓一下 把它皮剝掉 是 所以妳在這個 魔法小南瓜裡面 妳還有用大蒜 對 我們要給它一點大蒜的香味 是我們醃雞肉的時候用的 對 因為雞肉會有一個 小朋友不喜歡的肉味 因為大蒜的其實會不錯 把它炒的時候會滿香的 這個滿好的做法 因為妳不是把它 加在那個飯裡面 對 它是加在雞肉裡面 是 好 這邊就OK了 而且我每次看Jaco做菜 跟他切菜都覺得有一種 很享受的感覺 對 長得又帥對不對 又高 又會做料理 然後又會哄小孩 Gasmin妳幫我好不好 妳可以握住哥哥的手嗎 你是叔叔 為什麼變哥哥 習慣幹嘛吃小孩的 來 快點 用力這邊壓下去 1 2 3 壓 哇 厲害 成功了 妳好厲害喔 繼續挖南瓜 快點 好 挖 挖好了 真的嗎 這麼可愛 小朋友越來越浮誇 他就挖好了 他就挖好了 好險我沒生女兒 人家在家帶人家 你喜歡女兒耶 女兒很可愛啊 就這樣老婆再生一個就好了 對啊 可是我們已經生兩個兒子了 再生一個 如果又是兒子就完了 你現在是要把洋蔥處理變成這樣 對 洋蔥把它切成丁 把洋蔥切丁 我不要看 好長遠 不要看不要看 你這是什麼樣的切法好酷喔 沒有 就是稍微把它先切成絲 切成丁啊 然後再把它切 再改變一個刀法就可以了 其實台灣的南瓜 是不是品種非常多 他今天用的是什麼 他其實用的是 是不是粒子南瓜 對 粒子南瓜 小南瓜 那吃起來應該口感像QQ的 還滿好吃的 大蒜是讓這個雞肉的味道 變香一點 那洋蔥呢是讓整個燉飯 變淺一點點 是 那每一種南瓜 它的營養成分會不一樣嗎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要讓小朋友喜歡吃的話 建議南瓜選擇 比較熟一點的南瓜 因為它相對甜味也會比較甜 那如果顏色比較淺一點的南瓜 它做出來的料理沒那麼甜 唯一要切就是雞肉了 對 雞肉 你看我們先把這個 因為雞肉這地方很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稍微把它片開來一點 因為它太厚了 它會厚薄會不一用 我們稍微把它片開來像這樣子 所以通常媽媽在買到那個 去骨雞腿肉的時候 因為它的厚薄不一 有些人可能會拿去烤 或是拿去煎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熟度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大家 少了片開的這個步驟 對 然後這個雞的雞皮 這邊有太多了 多餘的部分我們就不要 OK 因為這樣油脂會太多一點 完整一點 對 我們這些都不需要 就切開來 我跟你講這砧板上 手不能過來好不好 對 因為這個大哥哥在切東西 好不好 叔叔 如果你要我們兩個壓力的時候 我們就要壓力的一個 好 好 那現在你們兩個 要當我幫手嗎 要幫手囉 要幫我囉好不好 現在一起幫我說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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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好 停 說太大聲了 阿舅姐姐會難過 好 好 這時候我們就先 我們先切條狀 是 像這樣子 那如果家裡有大一點刀子 我們就可以用剁的 因為小朋友其實要補充 足夠的蛋白質 才可以成長嘛 那可是油脂又不要太多 所以今天Jaco 確實選擇一個很好的部位 對 我讚美他了 我好不習慣喔 然後他選擇的是 所謂的高蛋白 然後油脂比較低的雞腿 然後或者是小朋友 其實也可以用一點雞胸肉 那如果用雞胸肉的話 其實你的油的部分 其實就可以用油去煎它 但是他今天用雞皮的話 如果是真的去料理的話 就用雞皮的油就好了 對 沒錯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東西你都覺得非常OK嗎 對 其實我今天看了他的食譜 有點不可思議 第一個就是說 他用了很好優質的澱粉 包括南瓜的部分 甚至於其實他還用了 所謂的糙米飯 是 那這一道其實是 剛好解決了 小朋友纖維很少 然後有的小朋友可能需要 吸收率才會比較好 而且他用的是優質蛋白質 包括雞肉的部分 然後另外呢 他的毛豆是非常好的 其實鼓勵小朋友 他的一餐裡面 有一半是動物性的肉 包括雞肉 豬肉 魚肉都很好 一半來自於植物性的 那植物性的肉 那植物性的肉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肉 毛豆 黑豆或是黃豆 那他今天選擇 纖維很高的毛豆 對 對 我覺得他今天的 菜的組合是非常好的 然後又用了所謂的 蔬菜的部分 像他用了纖維很高的蘑菇 然後用了洋蔥 其實洋蔥煮熟的時候 甜甜的 然後又可以幫助小朋友 提升免疫力 避免感冒 了解 今天Jiggle很厲害 謝謝 他給你這簡直是評價100分 好不缺點 那我就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還沒辣 還沒辣 這雞肉我們用一點點 這個黑胡椒粉醃它 好的 蘸過以後放點鹽 一點點鹽吧 這樣就可以醃它了 好的 小朋友可以幫我用筷子 這樣動一動嗎 可以嗎 那可是不能拌出來 好 在拌的時候 我剛剛想想 我們還有一點蘑菇 好 蘑菇 其實剛剛他如果拿錯的話 家裡如果沒有蘑菇 你只有香菇 或是任何的紅喜菇 任何的菇類 精靈菇 美白菇 都可以 對 但是不要用菇菇 好不好 這是你知道 菇菇 小龍女的菇菇 菇菇是 剪掉 不要這樣姐 好冷 好冷 我最近在追救句 你在追救句是不是 好 蘑菇 這個蒂頭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把它切短一點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硬一點 小朋友比較不喜歡 蘑菇蒂頭到底可不可以吃 其實可以吃 但是因為它覺得比較粗一點 小朋友入口 對 它烤掉小朋友的嘴巴 就是不要咬太粗 事實上如果可以剁碎 其實也可以 因為我在家裡 如果料理蘑菇的話 我都會把蘑菇的蒂頭 切開直入口 然後把它剁碎 然後把它裝在原本的蘑菇裡面 然後撒一點鹽巴跟胡椒鹽 進去烤 就是晚上很適合做 下酒菜的一道料理 只是晚上都在喝酒 對 好 這樣蘑菇也OK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食材 都已經準備好 我看看 好棒喔 100分 100分 把雞肉都拌好了 好 那你看我們主食材 就是雞肉 還有我們剛剛這個南瓜 要把它蒸成泥 然後這邊有一些蘑菇 洋蔥 大蒜 然後這個大蒜 我剛剛說要醃肉的 是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大蒜 把它放進來 把大蒜放到雞腿肉裡面 對 放進來這邊 一樣是拌一拌 好 所有食材都準備好了以後 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 你就先把 就開始進平底鍋去煎 對 那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 要煎的是煎雞肉 把雞肉的香氣先把它煎出來 然後這個雞肉的油 也被煎出來以後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雞肉的油 來煎你的洋蔥 把洋蔥拌炒出香氣以後 很簡單的這樣 把蘑菇也放進去 把這個糙米飯 就是我們今天用的是這個 十股米 對 十股米 把它放進去 一起拌炒 拌炒以後 最後最重要就是 你要放進這個 無糖的豆漿 無糖豆漿 然後把它倒進去 為什麼 因為無糖豆漿 除了它是優質蛋白質之外 因為今天Jacko設計的 其實都是高鮮的 小朋友在同一餐裡面 吃到太多高鮮的 其實有時候 小朋友會容易覺得 好像消化不良 或是說 可能真的胃會不舒服 這時候你需要水分 所以其實它今天 又剛好又加了豆漿的水分 了解 所以豆漿搭配得非常好 非常好 OK 然後加入豆漿之後 豆漿加入以後 稍微把這些食材稍微煮一下 因為你剛剛雞肉煎了以後 你又有豆漿 豆漿會把雞肉的鮮味 再把它煮進去 它的味道進去 你把毛豆 還有這個南瓜泥也放進去 稍微拌炒以後 把它收一下汁 然後就可以加點鹽巴 來調味 然後最後撒點起司粉 因為起司也有鹹鹹的味道 也會跟甜甜的南瓜泥 做一個凸硬這樣 整體下來就很簡單 不需要太多的調味 了解 放到我們的南瓜棕裡面去 在這邊 就完成了 最後炒出來會像這樣子 炒出了內餡就是長這樣子 對 我聞一下 非常香 因為它有那個 起司的味道炒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 放到我們的南瓜棕裡面去 而且這個竟然是在 我們營養師的評比裡面 簡直是營養滿分 毫無缺點 毫無瑕疵 目前還沒有看出缺點 對 毫無缺點跟瑕疵 所以非常適合小朋友 一定要料理 而且爸媽其實在家裡 也可以做 然後跟小孩互動 就是增加親子專心 其實這個 對 到最後專盤 可以讓他們弄這樣子 對 Veronica妳用手拿 Jazben妳把它放進去 湯匙放一點進去 不要放出來 要小一點 OK 那我們在放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南瓜棕 已經大概都完成了 加可哥 營養滿分 南瓜棕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就看看 阿嬌姐要怎麼應戰了 接下來就是 阿嬌姐今天要帶來的 彩蛋溜溜球 要用什麼食材呢 交給我們的 Jasmine還有Veronica 好 彩蛋溜溜球 要用的食材 包括了栗子南瓜半顆 雞蛋六顆 彩色巧克力豆適量 奶油一匙 香草夾一個 以及糖適量 我今天是用甜的方式 如果說媽媽妳自己在家 妳可以用 其實我自己做的是鹹的 然後我就加一點青檸檬橄欖油 對 然後就是把雞蛋的蛋黃 跟那個南瓜泥 或者馬鈴薯泥拌在一起 然後一點黑胡椒 一點香料 是 然後妳就拌回來 再放到擠花袋擠回去 就是鹹的這種彩蛋 今天阿嬌姐 我幫妳派了兩位小小幫手 謝謝 Rachel還有Roy 那今天要請他們 幫忙拿食材 好 我要請妳們兩個幫我 妳們知道什麼是南瓜嗎 知道 就是萬聖節那個 有沒有一顆大大的頭上面 Tunking 對 Tunking 南瓜知道 但是我們今天要拿 綠色的小小的南瓜 知道嗎 綠色小南瓜 綠色小小的 還有我們裡面 一個就好 因為我們要用半顆就好 好不好 然後我們裡面有什麼 有蛋對不對 然後妳們等一下幫我拿雞蛋 有沒有 圓圓的那個白色的雞蛋 還有因為我們做甜的 所以我們會有糖 等一下妳們去找 紫色放食材的最底下 右邊有一個糖 有沒有 白色的砂糖 如果不知道 妳就給它沾一點吃吃看 好不好 好喔 Rachel可以嗎 Go Roy可以嗎 好 謝謝妳們 好 出動 南瓜 南瓜 對啊 蛋 妳蹲下來看那邊 有小的綠色南瓜 最小最下面 那個是檸檬 不要理加哥哥哥 然後我們的糖 妳蹲下來看 最下面那個是糖 是嗎 是嗎 如果不確定 妳可以沾一點點試試看 好 妳要不要吃吃看是不是 不能沾 不能沾 沒關係 它有保鮮膜 那沒關係 直接拿來給依佩姐姐好不好 我們來Check一下 好 看妳們能不能拿 謝謝妳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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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朋友很厲害 因為他們兩個 尤其是在 若伊哥哥的帶領之下 兩個都拿了正確的食材 好優秀 好 今天要做得很簡單 好的 就是妳把南瓜跟雞蛋 這兩個食材 妳就把它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蒸 那很多人在想說 那個蒸啊 是不是蒸蛋什麼什麼 很麻煩 因為我要用的是水煮蛋 對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蒸蛋有一招非常的簡單 對 妳在家裡一樣有這樣的電鍋 對 妳就把這個蛋拿起來之後 妳就拿了餐巾紙 妳每天早上可以吃一顆水煮蛋 對妳身體是非常好的 是 它裡面的軟鈴質 會降低妳的膽固醇 對 然後呢 它也會活化妳的腦細胞 所以比較不會適應 對 那妳像這樣子的蛋拿起來之後 妳把這個餐巾紙 沾濕 妳就把蛋包在裡面 對 然後乾鍋 我所謂的乾鍋 就是妳的電鍋裡面是乾的 不要加水 不用加水 妳就直接把蛋擺進去 是 然後蓋上 蓋上鍋蓋 焊下去 等它跳起來 妳很多事情 刷牙什麼麻煩之後 妳再來看的時候 蛋已經熟了 如果沒有這樣的電鍋 我相信家家戶戶 因為台灣人一定都會有 但如果說妳不想要用電鍋的話 其實妳一般用 譬如說 像不鏽鋼鍋 也可以用完全一樣的方式 然後妳大概設定它兩三分鐘 OK了之後妳稍微悶一下 如果你不想要吃太熟的話 妳稍微兩三分鐘 好了之後拿起來 它裡面的軟就是半熟的那種感覺 對…就有一點像溫泉蛋的感覺 只要用一張餐巾紙沾是就可以 對 這個方法提供給媽媽們使用 那我們一樣 今天就是把那個南瓜一起 剛剛我們蛋的旁邊就擺南瓜 一起蒸 蒸完之後 因為我是先削了皮 我就把它拿過去蒸 其實我一直想保留皮 只是我沒有很確定 這個皮是不是有機的 所以我還是把皮削了 當然我削得薄薄的 沒關係 妳已經有巧克力豆了 沒關係 對啊 怎麼辦 我今天就那個巧克力豆 讓我很掙扎 但是如果說 爸媽擔心說 南瓜的那個表皮 會不會有農藥的話 營養師有建議要怎麼處理嗎 爸媽擔心說 南瓜的那個表皮 會不會有農藥的話 營養師有建議要怎麼處理嗎 其實可以洗乾淨就好了 對 因為有機 有機確實它是沒有農藥 那如果真的菜市場買的 其實你只要要流水 細水 然後用那個刷把它刷乾淨 那個刷 那是什麼 而且南瓜蒸熟之後 其實它的皮也是滿軟的 也是好吃 而且小朋友容易消化 其實都可以吃 這個蒸好的蛋 因為我們需要把它剖開來 利用它裡面的蛋黃 對 所以你要剖它的話 我建議媽媽們 就是你要把蛋切得漂亮 你的刀子先沾一點點油 你切起來 那個蛋就不會燉燉的 就像這樣 你刀子上面 先抹一點點的油 對 這招我還不知道 媽媽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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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妳好可愛 妳看 這樣切下來的蛋 好漂亮 它的邊邊就非常的完整 很漂亮 有沒有很厲害 很厲害 謝謝 謝謝 這個有刀子 我先做 等一下沒有刀子的給妳們做 好不好 好 好 那妳就把這個蛋都剖一半 妳幫我 來 Rachel 妳們兩個人手乾淨嗎 有 有洗過手 好 那妳們幫我把 輕輕的像這樣子喔 Rachel妳看 我們這樣子 輕輕的把蛋推出來 推出來 輕輕的 推 這樣咚 掉出來 妳看 它就推出來 就掉出來了 所以蛋白就是 有點像是剛剛Jacko哥做 他是用南瓜當碗 對 然後妳是用蛋白當碗 對… 其實都是用現成的食材去做 其實我在咖哩時候 我都通常不用刀 我用一條餡比較方便 餡也可以 我們把它 小心的拿出來 妳看這個都做得很好 阿嬌姐用了非常多的蛋 蛋白跟蛋黃的話 其實它營養成分不一樣 兩個其實都有蛋白質的成分 但是以蛋黃來講的話 它裡面有卵靈質 然後甚至有一些維生素 最低的部分 其實幫助小朋友長高 還有腦部的發力是有幫助 其實它一天一到兩顆蛋 其實是可以接受 而且今天的水煮蛋 剛好是在所有的蛋的料理裡面 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 多高嗎 大概高達98%以上 它其實蛋白質都可以吸收進來 很厲害 如果你的蛋煮得太老 比如說有些滷的蛋 或甚至有一些是那種皮蛋類的 或是那種比較老的蛋 它吸收率確實就會降低 所以我們其實鼓勵小朋友 在早上的時候 其實可以吃一顆水煮蛋 剛好頭腦可以清楚 然後又可以長高 因為蛋黃其實要吸進去 那個維生素D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了解 好 好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蛋黃都取出了 接下來這個是你們 就一定要幫我了 好 因為我們要放一點點的奶油進來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就可以趁熱 對 不要看…放奶油不要看… 因為奶油相對來講 它確實比較多的飽和脂肪酸 對比較胖的小朋友 確實比較不適合 盡量還是少用 還有就是那個糖的部分 其實我也有一點小小的意見 因為小朋友確實不適合吃太多精緻的糖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你就不要用有色素 有顏色的糖 比如說像它的那個彩色其實就 糖又加上所謂的顏色是比較不好 可以用一些果乾類的可不可以 就是說你可以用一些葡萄乾 或是果乾類的來取代 讓小朋友也是一顆一顆吃 有 每次都這樣 可是每次小朋友都不給分 對啊 我每次都想說吃一樣健康的 他們都拒絕我 好 所以我剛剛把那個奶油放進去 一定要趁熱敗 對… 那其實如果不用奶油 橄欖油也可以 對 其實是真的可以 那好 再來我們就加一點點糖 甜的 你來 那你加 好… 很棒 就這樣就好了 非常好 然後如果家裡你可以買到 我昨天自己做 我是用這個新鮮的香草夾 好優秀 我的是黑色 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香草夾 那它的使用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把它刀子開 開了之後 剖開就對了 對 剖開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有一些香草籽 那你再用刀背 把這些香草籽挖出來 刮出來 新鮮的香草很香 很香 就把它刮出來這樣子 它就會有這些香草籽 看起來好可怕 好 那我們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再來就是 要把它壓碎了 這個呢 你們可以幫我這樣子嗎 扭一扭… 這樣子我跟你說 你拿起來之後 另外一隻手握這裡 好 開始扭 Rachel 你幫肉依哥哥握著那個碗 好 一個人握著碗 一個人扭一扭 你全部的力氣都扭它 全身吃奶的力氣 好棒 然後拿起來 我們再扭別的地方 扭一扭… 好棒喔 Rachel 你要試試看 扭一扭的感覺嗎 好 來 Rachel 試試看 來 Roy 你不可以一直吃糖 不行喔 你都偷吃糖 糖都吃少少的 少少就好了 不然你會跟哥哥一樣 動來動去 哪一個哥哥 我兒子 選瓦… 好 主要是要把這些餡料打成泥 所以今天阿嬌姐用了 這些食材當中營養的成分耶 因為她用的是很好的澱粉 那剛剛其實 好 幫她講一下好了 就是她的南瓜 因為我們希望提高 Beta胡蘿蔔素 還有維生素的吸收 所以確實用一點油 所以她的奶油 確實有幫她有一點加分 但是用橄欖油會更好 但是她這一道菜 其實她少了一些纖維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會希望她 如果南瓜可以帶皮更好 那沒有的話 其實看能不能加一點蔬菜類的東西 其實她可能要再更碎 因為我們要放到擠花袋 好的 現在你們兩個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試吃 不能試吃 那這樣糖夠不夠 妳要再加一點糖還是覺得這樣 妳試吃 妳可以試吃 妳可以試吃 她們不能試吃 再加一點糖 那我先試看看好不好 我先看夠不夠 我先試試看 OK嗎 可以再加一點 我們再加一點點的 妳不行 妳不行 不能太多了 太多了 妳不能吃糖 好 她心想說拿那個 然後往嘴巴裡面放 肉依妳不能再吃那麼多糖了 對 肉依不能再吃糖了 妳看我們要把糖來過 因為她剛剛拿那個要假裝灑 然後最後要灑 那就乾脆進到自己嘴巴 假動作 小孩真的是糖 我覺得就永遠戒不掉 好奇怪喔 她還在吃 我建議媽媽就是說 妳在這個過程裡面 盡量把那個泥搗碎一點點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 放到那個擠花袋 如果你不夠碎 它不好擠 尤其如果妳要跟小孩子一起做 小孩子的手勁又不夠大 所以我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把它壓成泥 好 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沒有直接先做好的 沒有耶 我想說這個應該很快 我先擠一個看看 可不可以擠得出來了 好不好 好 我們來試試看 等一下妳要細著來擠擠看 擠花袋 我們用這個擠花袋 把它放到這個擠花袋裡面去 把我們做好的內餡填進來 我知道為什麼阿嬌姐今天 在處理這道的時候 感覺會覺得好像那個南瓜 有一點太硬硬的感覺 對 原因是因為上一次Jacko 在做類似的食材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加了美乃滋 它會比較滑 對 那如果要改善的話 到底能不能加一點橄欖油 可以啦 可以嗎 這裡其實加一點橄欖油會更好 對 我們這個不知道 是不是橄欖油 如果可以 等一下我先擠看看 能不能擠得出來 可以啦 擠出來 妳先這樣擠擠看 我先看這樣 妳可不擠得出來 哇 厲害 好棒喔 好棒喔 我覺得這個任務可以交給妳 看到這個蛋裡面 是不是一個碗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放在碗裡面 把它填滿 轉轉轉 好 壓一下 來一下 Roy試試看好不好 Roy 等一下是Rachel妹妹試試看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喔 好 Rachel 我跟妳說 妳等一下這個任務太重要了 妳要幫我撒上這個巧克力彩豆 妳看喔 我撒一個給妳看好不好 好 妳這樣喔 一點點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 OK嗎 Roy妳表現得非常好 好了 OK 非常好 然後我們把它撒上去 一點點 太多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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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倒過來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能吃太多這種東西 它只是漂漂亮亮的裝飾就好 好 OK 好的 阿嬌姐的彩蛋溜溜頭 這樣子就完成囉 接下來就是我們四位 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 好的 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試吃時間了 當然今天兩道料理都是用南瓜做出來的 一道是鹹食 一道是甜食 當然就從鹹食 Jacko的鹹食開始 迫不及待已經開始吃了 好不好 先吃Jacko叔叔做的這個 魔法小南瓜 魔法小南瓜 好的 吃上面的那個燉飯就好 不用吃南瓜 那個南瓜都進去耶 那南瓜到底 有點太硬 有點太硬 不要吃南瓜 吃上面的這個就好 Ramica 吃飯飯就好了 吃飯飯就好 就把南瓜泥挖出來跟飯飯拌在一起了 你會覺得它硬嗎 不會喔 還好 OK 你吃掉了 好 那個Rachel Rachel上面的那個飯飯把它吃掉 好不好 剛剛一佩別一個忙 好吃喔 真的喔 Jasmine 你不用吃那麼大口 你那個南瓜皮不用吃那麼多 它超給你捧場的 真的 謝謝你 對 你南瓜還是要小粉一點 不會 那你把它搖一搖好不好 搖搖搖搖搖搖搖 Rachel覺得好吃嗎 范范妳需要儀佩姊姊幫妳嗎 不用嗎 確定 確定 我看一下妳有沒有吃 妳給我看一下 有耶 好棒喔 都吃完了 好 那接下來呢 那個好優雅 對 它就是小公主啊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就是 阿嬌阿姨做的這個甜食囉 好 那個要用手 用手一個 直接用手 那妳才會吃到餡跟蛋白 好囉 阿嬌姐今天做的這道肉 我一定會很喜歡 因為是甜甜的啊 而且肉椅是她 那個糖是她加的 對 而且是一個甜食小孩 會不會太甜 不會 四個評審都個性不同 加什麼幾乎每個都吃掉 不過我要來幫一下 她是百分之百去評論這個東西 幫一下Rachel Rachel沒有吃到這個餡對不對 好 那妳幫儀佩姊吃一口好不好 小溪 好棒喔 然後淡淡吃一口 淡淡吃一小口 等一下 不要用一口 好 不要用一口 妳這個蛋黃一口會哽到 那妳這一口可以分我吃嗎 好不好 吃小口慢慢吃 會哽到 好嗎 因為沒有水 蛋黃都會哽到 跟南瓜 小口小口 阿嬌姐 我覺得妳今天會贏 真的 我都在想說怎麼可能 真的好吃 妳吃了嗎 因為我剛剛在那邊偷吃 妳妹姐姐吃了 好 這位小朋友都吃完了 因為我們的營養師也吃了 妳來預測一下 今天到底誰會獲勝 沒關係 妳儘管說 不要說那些對不對 炒麵話 對 炒麵話 不要說炒麵話 好 其實我發現 因為我是先吃鹹的 那加康他其實 他那個飯吃起來 其實濕濕潤潤的 而且他的香氣還滿足夠 而且加豆漿 我覺得倒是真的是絕配 料理裡面放豆漿 他那個香氣很香 謝謝 很棒 但是他比較偏大人的口感 對 大人的口感 大人的口感 這句話好恐怖 對 然後阿嬌姐的 其實他的整個 根本就是點心來的 就是甜點點心來的 他整個泥 然後還有吃起來的口感 他其實是偏甜的 但是這種甜不是那一種 死甜 很膩的甜 不是死甜 是那一種香氣的甜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會很愛 然後加上蛋其實是無敵 因為小朋友都很喜歡吃蛋 好 所以我今天大膽預測一下 阿嬌姐會獲勝 怎麼可能 是 其實我們 你們都欺負我 沒有沒有 因為其實每次阿嬌姐來 我也都是預測她會獲勝 對…我現在 跟各位報告一下 她目前的戰績是 零勝三敗 所以 今天有沒有可能破蛋 對 她今天很想要在 我們就是娛樂節目當中 求一勝 只要一勝就好了 但是很難講 因為她今天要破蛋 她又做了雞蛋料理 有可能破不了蛋 不要這樣 好 接下來 這個命運之神就交到 我們四位小小美食家的首領 接下來就是投票時間囉 好緊張 那個Rachel先幫儀佩姊姊投票好嗎 右邊呢 是剛剛吃的甜點喔 然後左邊呢是 我把小南瓜 不是 講… 我終於 我終於出文了 一票一票 好 好 接下來是 肉依幫我們投票 她幫我做的 好緊張 好可怕 不是 我覺得 我冒了 肉依應該會投給 我也覺得 因為她很愛吃甜食 對 而且 肉依為什麼 妳沒有投那個甜甜的蛋蛋 肉依 對 不要 我想要 妳想要那個喔 好 沒關係 每個人都可以投自己想要的 妳知道為什麼她 因為肉依已經長大了 大人的味道 小心… 好 妳想好了嗎 投自己喜歡的喔 不要受到別人影響喔 不要受影響 我只要跟妳講 妳是最棒的 妳最漂亮的 肉依可以選誰呢 請出動 等一下…好緊張 好緊張 妳過來 妳過來 妳好緊張 因為她剛剛一直跑 那邊跑 等一下 來看一下 我們好像金馬獎頒獎的臉 妳看一下阿嬌姐的臉 我真的超緊張 到底這個南瓜料理的PK 目前阿嬌姐是暫時以2比1領先 不過最重要的一票 是在我們的Jasmine的手中 到底我們的評審長 會把票投給誰 今天是阿嬌姐會獲勝 還是會平手呢 妳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請出動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兩個隊友通通背叛我 真的耶 真的耶 問一下妳們兩個 我可以抱一下妳們嗎 好… 妳可以抱一下 謝謝妳們 我好愛妳們 謝謝 謝謝妳們 可是我想要問一下 兩位小小幫手 為什麼 你們今天有幫Jacko叔叔都不對 但為什麼沒有投給他 為什麼沒有給我 魔法小南瓜 為什麼 因為妳喜歡阿姨的料理嗎 比較好吃對不對 那為什麼嗎 因為妳把南瓜皮吃了 等一下妳吃南瓜皮了 好 不過今天呢 其實兩道南瓜的料理都很開心 所以無論是鹹食跟平時 爸爸媽媽媽都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但是今天最開心的就是 恭喜阿小姐獲勝 恭喜 我們就是贏了 今天再見囉 拜拜